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编辑时间 欢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词 当今世界很有可能正面临一个 《亞洲引領時代》的到來 前不朽 日本的《經濟新聞》 發表了一篇題為 《亞洲不止在崛起 還將引領世界》 的文章 文中指出 歐美社會以往在談論亞洲的時候 總將關注的重點 聚焦於區內國家標誌性的強增長力 但是即便如此 很多人也遠遠的低估了 這種強大的動力 究竟意味著什麼 文章所定義的亞洲是除中東之外 包括大洋洲在內 就是東到日本 西到巴基斯坦 南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 廣闊的區域 那麼區域內的國內生產總值 在2000年的時候 就已經佔到全球的24% 2017年更是擴大到34% 預計到2040年甚至會達到 接近50% 人們常說的亞洲的崛起 但事實早已經不再是 亞洲崛起的問題 而是我們正進入一個 亞洲引領世界的時代 此外 文章還指出 亞洲的發展過程有一大特點 就是亞洲各國彼此之間 互通有無的規模 在不斷地增加 也就是所謂的 亞洲正在不斷地亞洲化 人 財務在亞洲內部的 流動比率持續上升 舉個例子 亞洲的貿易有六成 是在區域內的國家裡展開的 國際航空旅客以及風險投資 都有七成多的比例 發生在亞洲區域內 與此同時 亞洲的另一項特長是多樣性的 一國提供資本和技術 一國提供市場和勞動力 這種分工協作 或許將為亞洲 開闢一條更加繁榮穩定的前路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0月2號 和俄羅斯的總統普京互制賀電 熱烈祝賀兩國建交70週年 習近平在賀電中指出 回首70年 中俄經過共同努力 兩國關係已成為大國 鄰國 睦鄰友好 互利共贏的典範 雙方戰略互信日益提升 各領域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 開展密切溝通協作 中俄關係也已成為互信程度最高 協作水平最高 戰略價值最高的一組大國關係 對促進兩國發展振興 維護世界和平 穩定 發展 做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強調 他高度重視中俄關係發展 願同普京總統一道努力 以兩國建交70週年為契機 著眼守望相助 深度融通 開拓創新 普惠共贏的雙邊關係新內涵 共同引領新時代中俄關係 不斷取得新成就 携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世界和平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普京在《核電》中表示 近年來雙方在各領域積極開展合作 取得豐碩成果 兩國各級別政治對話內容充實 並不斷拓展 在聯合國 上海合作組織 金磚國家等多邊組織框架內密切協作 合力推動解決中大國際和地區問題 普京相信將共同努力 不斷加強俄中關係和各領域合作 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為歐亞大陸及全世界的安全穩定 對於貢獻力量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中俄之間的關係 可以說是相當之深厚 而且是遠遠流長 10月2號剛剛過了國慶的中國 又迎來了中俄兩國 建交70周年這樣一個大日子 這個70年前 這是俄羅斯當時是蘇聯 是第一個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並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外交關係的大國 那麼中俄兩國關係 正如習近平主席 在給普京總統的賀戰當中說的 說回首70年 中俄關係經過了 走過了極不平凡的道路 中俄這兩個大國在歷史上 因為作為鄰國 互相之間影響太大了 我們回想到差不多100年前 俄羅斯就發生了十月革命之後呢 毛主席毛澤東就有這樣一句名言 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根據地呢 叫蘇維埃政權 叫蘇區 後來呢 就是一直在蘇聯的支持下 這個當然是走中國自己的獨特的 這個武裝鬥爭 奪取政權人道路呢 這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這個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 中共高層就一致決定了建國之後呢 外交上也實行一邊倒 就是向這個蘇聯老大哥一邊倒 那麼中國的共和國的締造者呀 這個毛澤東啊 一生只出國兩次 這兩次呢 都是訪問蘇聯 一次是在1950年年末 一次呢 是在1957年 那麼在他第一次訪蘇的時候 和斯大林呢 就經過了很深入的 也經過一些磨合的建立了 這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兩國之間成了盟國 可是呢 之後呢 在這70年之間呢 這個 當然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開始建國 當時只是個農業國家 而這個蘇聯支援中國建立了工業基礎 有166個項目 至今呢 我們中國談起 當年蘇聯對我們的支援 現在又津津樂道 可是呢 在50年代的時候呢 斯大林去世之後 這個中蘇兩國呀 由於在國際供應上的一些問題 這兩國之間的問題 還有一些這個 涉及到這個中國譴責蘇聯啊 真是想做這個共產國際的 這個霸權主義 後來說它是社會帝國主義 那麼這個兩國關係啊 極具惡化 以至於到了70年代初啊 兩國之間到了敵對關係 中國把蘇聯作為頭號敵人 為了對抗蘇聯啊 擔心蘇聯當時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那麼中國 毛澤東周來打開了和美國的關係大門 打開了對西方的大門 這是歲月聰雄啊 到了這個 戈爾巴喬夫時代 中國改革開放了 在那個時代呢 後來逐漸逐漸又恢復關係 那麼後來呢 現在 雖然蘇聯解體了 但是呢 解體之後 俄羅斯呢 葉里欽 江澤民 一直保持著 這個中俄之間的關係 不斷地加溫 那麼習近平說 近年來啊 在習近平和普京總統共同意義 雙方戰略互信是日益提升 那麼今天呢 新時代中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已經簽訂了 現在中俄兩國是世界上 最好的一種關係了 所以這個人口第一大國 和面積第一大國 兩大國現在在國際事務當中 是相當之配合密切 那麼也成了 這個 用普京的話說 也在很多的世界事務中啊 成了這個 大家 這個觀點 行動都很相同 也就成了這個 世界穩定的一個這個穩壓器 這是中國的白皮書所說 好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伊朗 伊朗總統魯哈尼星期三 發表講話 稱支持法國總統馬克龍 代表歐洲提出的一項 挽救伊核協議的計劃 同時他批評 美國發出不同的信息 破壞了談判的機會 蘿哈尼當天在美洲 對於歐洲提供了 對於歐洲提供了 卢哈尼说他本打算在上周访问纽约 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国讨论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发出了矛盾的信息 一边通过欧洲说要私下和伊朗对话 一边有公开威胁要实施更多的制裁 从而破坏了谈话的机会 罗哈尼感谢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做出的努力 他说伊朗将继续现在的路线 同时伊朗的道路依然长开 伊朗仍然愿意对话 每天当那些国家的意义 是在意义上的意义 是在意义上的意义上的意义 是在意义上的意义上的意义 是不容易的 但也不容易的 军官卫视 李维扎卡蒙森 德克兰报道 我们可以感觉到 伊朗在伊核的問題上 做出了很大的一種 開放式的讓步 那麼為什麼這樣做呢 我們看看下一段新聞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總統 魯哈尼1號 在出席最高歐亞經濟理事會 會議期間舉行了會晤 普京與魯哈尼 一同在亞美尼亞首都 愛里溫出席會議 兩人舉行雙邊會面 討論伊核協議 叙利亞局勢等地區議題 普京表示很高興看到伊朗 參與到歐亞經濟聯盟的 共同工作中 認為這將使俄裔兩國受益 最高歐亞經濟理事會 是歐亞經濟聯盟的 最高權力機構 這次與會的 除了俄羅斯等五個成員國領導人 還邀請了伊朗總統魯哈尼 以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在伊朗總統魯哈尼 發表關於接受歐洲提出的 伊核協議的草案之前 他到了亞美尼亞 參加了歐亞聯盟的最高級的 等元首會議 那麼他和普京進行了會晤 我想普京在和魯哈尼 談判當中恐怕有兩點很值得注意 一個是 因為作為一個能源輸出國 很重要的國家伊朗 如果他的石油輸不出來的話 對他的國家的發展 還有對周邊的穩定和石油價格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在這個時候 可能普京做魯哈尼的工作 希望把魯哈尼拉到俄羅斯陣營來 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 實際上就是原來蘇聯的 其中的幾個國家組成的 那麼如果說能夠把魯哈尼 拉到這個歐亞經濟聯盟來的話 我想因為普京在國際政治上 他是不太理會西方 西方對普京也有點忌憚 如果普京支持這個伊朗的話 那麼給伊朗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他可以舒緩自己的經濟壓力 同時我想普京也可能做了他的工作 讓他在這個伊朗協議上 接受歐洲的一個建議 因為這個建議其實也包括 俄羅斯和中國在內 就是一起來孤立美國 這樣的話伊朗他在各方面 也會彈性多一些 那麼我想魯哈尼回到伊朗之後 發表了剛才那一通講話 和普京做工作也是有關係的 好 現在請看 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表題新聞休息一會兒 再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一會兒 我們在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斯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继续的发酵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说 国内外没有人能够对他施压 调查拜登父子 以求解冻美国对乌克兰的局势援助 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 就展开猛烈的广告公式 来抵抗弹劾的调查 深陷风暴中心的泽连斯基重申 他是独立自主的乌克兰总统 没有谁能对他施压 我愿意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影响 我有很多人 现在在西方和在乌克兰 他们想要影响到我 但我总是决定乌克兰 我总是决定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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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泽连斯基还表示 他从来没有和特朗普的 四人律师朱利安尼见过面 或通过电话 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 事实上正是泽连斯基此前提出 他的助理曾与朱利安尼通话 而他希望朱利安尼能访问乌克兰 CNN还证实 朱利安尼近日聘请了 前水门事件中的助理 特别检察官塞尔 担任四人律师 CNN引述消息审时报道 美国国务院监察长 要求与调查电话门的 众议院相关委员会紧急召开 两党简报会 有官员表示 国务院监察长这一要求很不寻常 另外 国会将原本定于2号举行的 对前美国诸乌克兰大使 约万诺维奇的听证会 推迟到了4号 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 对弹劾调查展开全面反击 周末两天共发布和转发了 超过100条推特 另有美国研究人员指出 特朗普竞选团队 还花费了60万到200万美元 在脸书上投放广告 发起彈劾防卫特别行动 另外有消息人士透露 特朗普还曾在司法部长巴尔的建议下 致电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希望澳方可以与美国司法部合作 调查此前通俄调查的源头 但他与莫里森的通话 当时并未引起不当嫌疑 普通卫视综合报道 为了打击国内的政敌 四处去拉其他国家 在国际势力来为他自己来说话 或者是做事 我想这种事 特朗普是干得出来的 因为他不太懂总统 应该遵守哪些规矩 但是我们现在不去谈 他到底和泽连斯基 或者和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 到底有什么勾搭 我们谈一谈 他面临这种弹劾调查 那么对于特朗普 对中国的贸易谈判 会不会有些影响 因为还有在七八天 新一轮的高级别的磋商 就要在美国展开了 那么现在就有分析家说 由于特朗普 他面对弹劾的这种压力 他可能希望尽快地 和中国达成一份协议 这样的话 也给他自己增加了政治资本 那么对此 中国也有分析家认为 他可能会这样做 那么还有美国的分析家说 既然特朗普现在有难了 中国会不会落井下石 你以前不是很牛吗 你现在国内的一团糟 麻烦不断 我干脆在跟你谈谈的时候 我来加码 我来提高我自己的诉求 那么我个人分析 中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国庆招待会上的 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还又再次地强调说 这个中美脱钩 各方面对各方面都不利 而且呢 这个中方呢还在这几天呢 又这个进口了大批的 美国的这个黄豆 其实呢都是为了 这个10号开始的中美高级别磋商 来表达一些善意 那么而且呢 如果说特朗普呢 他在这个弹劾当中 他压力大呢 如果他承受不住的压力了 但是呢 他也不能在对华的这个贸易上呢 改往后退 因为反倒呢 会被他的政敌 民主党再抓住把柄 但最重要的是呢 他会不会由于弹劾的压力大呀 就像这个奥巴马就曾经 由于这个国内的政争啊 这个政府关门呢 他就有一次 他就缺席了一次APAC会议 那么这次这个11月份呢 在智利亚举行APAC会议 特朗普会不会因为国内这些 一些很多的求事啊 他出不来了 这倒是会影响到 中美两国元首呢 见面来达成一个协议 所以说呢 我想呢 中国在这个时候啊 还是表达一种善意 希望呢 从中美两国的大局出发呀 能够尽快的 能够这个 达成一些协议 当然了 在原则问题上 中国是有底线的 好 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发布消息说 朝鲜2号早上 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那么总统府青马台就推测说 朝方发射的是 潜射弹道导弹 如果最后证实是 潜射弹道导弹的话 那么朝鲜被已经违反了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朝鲜2日早上 从江源到原山东北海上 向东边方向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罕见推测式北极新系列导弹 最大飞行高度为910公里 飞行距离为450公里 韩美情报当局正在分析有关信息 总统府青马台召开国家安全保障 紧急会议 由国家安保市长 郑益荣主持 终点讨论朝鲜失射 前射单刀导弹的可能性 微会者对朝鲜在美朝鲜上 即将重启之前 失射导弹表示强烈的担忧 韩国统一部指出 韩美情报当局正在分析 朝方意图 朝方一日晚上才发布 5号举行美朝工作会谈 但不到一天便失射导弹 收到各界的关注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 朝方在工作会谈前 以导弹来向美国施压 企图迫使美国改变立场 同时也是要向韩军前一天公开 F35A隐形战斗机表达不满 若证实朝鲜发射的是 潜射单刀导弹 这将会是朝鲜时隔三年 再次发射潜射单刀导弹 也可能已违反了联合国安领会主义 但围绕韩美在考虑到美朝对话 或有机会取得进展的情况下 短期内不会采取最佳制裁 韩国政府仍然期待 美朝工作会谈获得成果 韩方也将与美国等国际社会 继续做出歪交努力 以协助半岛完全无核化 以及恒旧和平取得实质进展 韩半岛的比赛化和平均固促 为南部关系的发展 和国际对话的变化 变得要成立的 在我们的那种意义 我们的政策 一直以为我们的政策 出现在这里 说明了 凤航卫视 金知嫌 韩国首尾尔报道 朝鲜又发射飞行物了 那么现在据研究的可能 是前射弹道导弹 那么它录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于是引起了安倍首相的 愤怒的抗议 要说发射这种中短程的导弹 今年朝鲜已经搞了11次了 这个次数是不少的 他们为什么总要这样做呢 那么前两天朝鲜方面 还单方面的发表消息说 美朝已经马上要开始 就双方的去核化又展开会谈了 在这个时候 他好像是不给会谈的这样一个气氛 制造正面的一些效应 但其实对朝鲜来说 这是他故意的 他就是希望在未来即将开始的 对美国的这个谈判当中 他手里要有筹码 因为如果实际上 他现在除了发射这个飞行物 除了这个发射导弹什么的 他已经没有其他的筹码了 就是告诉美国 你如果要是说 总是以你这种霸权 来压我们的话 那我们自己是有牌的 而且特别是向美国表示 你不要打算通过这样的一个谈判 来危害到朝鲜宪政权的存在 这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至于这个朝韩关系 其实现在最近相当之不好 那么我感觉朝鲜根本已经 不把韩国放在眼里 所以动不动就臭骂韩国一顿 说他和美国勾结 但是他自己倒是想跟美国 尽快地举行谈判 好 看看来自英国的消息 英国的执政保守党周年大会2号闭幕 首相约翰逊发表闭幕演说的时候 表示说他当天将向欧盟提出 最终的脱欧方案 如果欧盟不接受的话 他就退出谈判 英国无论如何 都将在本月31号脱欧 有几岁的桌上 在西方北京尔币有约翰逊 在北京尔币有约翰逊 其他世界都想的是 是要和谨慌和意识心地 做到这些问题 和谈判 让我们继续的其他问题 去往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 三月31日到月 约翰逊表示 新的方案中 北爱尔兰边境不会设立关卡 同时会尊重北爱和平进程 及贝尔法斯特协议 英国将重新掌控贸易政策 也会保障工会利益 他强调英国提出的脱欧方案 已做出妥协 现在欧盟也必须妥协 约翰逊又排除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 质疑再花三年做这件事难以想象 英国《太阳报》引述约翰逊表示 他准备用十天时间 聆听欧盟的反建议寻求妥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个约翰逊果然是个强人探 他在保守党的会议上 还挺受欢迎 这种做法叫做中期方案 叫软硬监视 我后退半步 然后你必须接受 求提过你 你如果欧盟不接受的话 对不起 本月31号硬托欧 好 最后呢 《强灵扰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